先不要跑啦 這個性肇育的問題聽一下嘛 譬如說在學校的老師 或是家長 或是你鄰居的小孩 你的親戚的小孩 也會問這個問題啊 那如果他們不會回答 你可以幫他回答啊 我倒一下水 當小孩問你 爸爸、媽媽呀 我從哪裡來的呀 要怎麼回答 我分成三個階段 其實回答小孩的問題呢 要照著他那個歲數的認知去回答 那小朋友三歲之前還小 他根本不懂什麼 什麼陰莖、陰道那些 他根本聽不懂 所以你講這些也沒有用 有些人會跟我說 老師你不是說要直接跟他講器官嗎 可是問題是 就像三歲的你教他微積分 他聽得懂嗎 他聽不懂啊 教他小學的數學他都聽不懂了 他要那個年齡的認知 你要講他聽得懂的話 所以當三歲以前的小孩 而且三歲以前的小孩 比較沒有耐性 你就講短短的就好 他說爸爸、媽媽我從哪裡來 不要騙他 第一個 這個不可以欺騙 不要說從石頭蹦出來 從垃圾桶撿回來 從什麼什麼 哪個仙子把你送過來還是什麼 不要編故事 這個很重要 你就說從媽媽肚子裡出來的 就這樣回答就好了 就停 三歲以前的回答 OK嗎? 從媽媽肚子裡面出來的 然後呢 你在帶他去散步的時候 你們在路上總會多少 會看到一些大肚子的孕婦嘛 那你在這個時候 或是你自己在懷第二胎的時候 就可以跟問問題的那小孩說 你看 你當初就是跟這個妹妹或弟弟 或是那個孕婦一樣 就是那個孕婦肚子裡面大大的 你當初就是住在那個肚子裡面 等你長大你就出來了 然後現在變成你在這裡 就是老實的告訴他 就好了 你是從媽媽肚子裡面出來的 就這樣 好 三歲以前就這樣就好了 第一個重點 不要說謊 不要編故事 千萬不要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華人父母也許被問到很尷尬 但是請你再怎麼尷尬 也要很平靜的回答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在回答性的這個東西的態度 其實都會影響到小孩對性的認知 所以當他問說 爸爸媽媽我從哪裡來 都說喔 媽媽肚子已來的啊 這樣講過去就好了 就可以跟他去玩火車了 玩洋娃娃了 就什麼都可以的 好 那再來呢 六歲以前 三到六歲嘛 慢慢長大了嘛 那如果是六歲以前 他在問呢 欸媽媽 爸爸我從哪裡來的啊 你之前說從肚子 那怎麼來的啊 你就可以跟他說 你就可以跟他說 嗯... 爸爸在媽媽肚子裡面播種 然後 種子長大了 或是你要講播種 或是你要說爸爸在媽媽肚子裡面 放了東西 然後 那個你就慢慢的長大了 長大之後 然後 就從媽媽的肚子裡面出來了 這樣子 就你長大之後 媽媽肚子會變得很大 然後過一段時間呢 媽媽肚子就會開始痛 因為你要出來了 爸爸帶媽媽去醫院 醫師伯伯 或是醫師阿姨 或醫師姐姐啊 好啊 哥哥都好 隨便啊 醫生就幫助你 從... 幫幫你從媽媽的肚子裡面 帶出來 就是這樣講就好了 可以講多一點點 3到6歲的小朋友 就可以說 爸爸 你要講爸爸播種也好 或是講爸爸的精子 只是...但是我覺得3到6歲的小孩 還不太懂什麼精子卵子 但是你要講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啦 就是爸爸放了種子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跟媽媽的種子結合之類的 這樣子講就好了 好 好 那6歲以上呢 他已經開始念國小了 念幼稚語 欸,對嘛 念了國小了吧 對 那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跟他解釋這個過程了 就說 那個過程呢 就是以前你記不記得爸爸媽媽跟你說 是爸爸在媽媽身體裡面播種呢 那個東西呢 就是爸爸身體的精子 它像蝌蚪一樣 這樣子游游游 會游到媽媽的身體裡面 去找媽媽的卵子 當精子碰到卵子 就會變瘦精卵 這個瘦精卵就是你 等到它長大 在媽媽肚子裡面長大的時候 就會 你就會出來了 在媽媽的子宮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子宮了啦 你就會在媽媽肚子裡面 有一個叫子宮的地方 你就在子宮裡面長大 那你時間到了 你就會從媽媽的陰道出來了 這樣子講就好了 那如果呢 如果在電視有聽到 或是旁邊小孩有問 你說爸爸媽媽什麼是做愛呀 你可以說 做愛就是爸爸跟媽媽 精子跟卵子結合相遇的過程 但是這個呢 是大人成人之後才會做的事情 就讓他知道就好了 大人才會做的事 或是大人相愛之後才會做的事 就是看你要怎麼說 就是用你們親子之間的方式這樣